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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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玩家会在大蛤蟆之时遇到一名脱拍照的天狗 它叫做射命玩文 是飞行速度很快的压天狗 其称化为传统的幻想树屋 额表特征为黑色翅膀 白色上衣 黑色短裙和高跟的木鸡 平时手持相机和团扇 相机用来拍下各种有趣事件 团扇是起崩的道具 它拥有一本叫做文化帖的笔记本 用来记录下能写成新闻的题材 它拥有操纵风的能力 能瞬间吹起狂风或龙卷风又能让风停止 文性格聪明认真思考敏捷 虽然不喜欢战斗 却喜欢到处挑衅姿势 因为对方通常不是他的对手 只能忍气吞声 他平日喜欢在幻想箱飞来飞去和天狗交换情报 时不时到处收集女孩子的传言 听说天狗社会的报纸都是一人制作的 偏见也很严重 文自己发行的报纸叫做文文新闻 读音为Bun Bun Maru Sin Bun 上面写的都是一些乱七八糟没什么参考价值的八卦 是幻想箱的妖怪和人们拿来打发时间的毒物 天狗是千年以前就居住在幻想的妖怪 很久以前和鬼一起住在山里 是鬼族的手下 性格有点欺善怕恶 对于比自己弱小的妖怪 例如妖怪山的河童 可是完全没在客气 此外对采访的对象倒是很礼貌 这算是他们身为记者 勉强谨守的职业道德吧 在幻想箱花朵异常绽放的春天 文和其他天狗一样很兴奋的到处拍照 结果和主角撞个正着 两方不优分说就打了一架 梅迪星梅养可丽的称号是小小的甜蜜毒药 春文以无名之秋是个外表如小女孩的人偶 讲着一头金色短发 穿着黑色上衣和红色裙子 身边伴随着一只长着翅膀的小小人偶 很久以前梅迪星被抛弃到林兰田里 经过悠久的时间 演变成全身充满剧毒的妖怪 拥有使用毒药的能力 他人仅仅是摸到一下手就会烂掉 由于还只是一个年轻的妖怪 他的经验和知识严重不足 甚至比普通人类还无知 给人毫无防备的印象 不过正因如此 他下手不知轻重 还会通过毒药来操纵人类 由于人偶都是被人类操纵的 梅迪星很希望去解放人偶 不过目前还没有获得人偶的支持 这也是当然的 因为其他人偶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行动 出于这个典故 一期二创作品中 人偶师爱丽丝为了探究 梅迪星演化成自律人偶的奥秘 慈张主动与她接触 两人之间因而展开小插曲 毒也是一种毒药 常闻精通药物的永灵与她是朋友 不过永灵或许只是单方面的 把她当成研究对象吧 红剑优香是互动于太阳花田的妖怪 她留着绿色短发穿着红色的格子裙 手持白色洋伞 外表和人类没有区别 脸上总是挂着笑容 但根据目击者报告 她是个极其凶暴的妖怪 只要是闯入花田的生物 无论人类或妖精 她都毫无留情地消灭 有人光是远远看到她的笑脸 就觉得不寒而易而逃跑 她拥有操纵花的能力 但都是丝毫不会感到恐惧 而且喜欢折磨人的精神 可以说有虐待狂的性格 根据四季应激的说法 她活了非常非常久 每年的生活就是睡觉起床闪花 睡觉起床闪花 以一年内所有时间 都有花开放为目标而努力 呃简单来说就这个花痴 面对60年才有一次的异变 她很兴奋地展开了观光之旅 和爱丽丝一样 封建幽香疑似是旧作的衍生角色 她在东方幻想箱中出登场 当时的名字是幽香 那时的她穿着睡衣 拿着一个大闹钟留着长发 东方幻想箱里 幽香会发出巨大的魔炮 因此常有粉丝认为 魔力莎的魔炮其实是偷学她的 基于其抖S属性 她的花边新闻还不少 不过这里我们就不说太多了 大家多多发觉 幽香一直是很高人气的东方角色 因为世界上很多DM嘛 秋天时魔法森林深处的小道 被彼岸花掩埋染成一片红色 要自杀的人在这条小道上行走时 独入侵体内 在不可思议的体验和不快感的交集下 将永远活下去的勇气 就是会想再活一次而回头 所以这条小道被称为在私之道 今天由于异变 彼岸花也无意外地战绑着 如果沿着小道前行 将会遭遇一名本该忙着工作 却忙不经心打混的死神 她的名字叫小椰中小挺 小椰中小挺是担任三途川引渡工作的死神 长着一头红发 头上扎着双马尾 脚穿厚底的木鸡 手持巨大的镰刀 威眼感十足 上活着的生物都会被她的气势压倒 更荒论存在感稀薄的幽灵 她的称号是三途河畔的百度人 拥有操纵距离的能力 专门负责引渡幻想象中人类的灵魂 在船上收取引渡的费用 因为无聊还会与死者闲聊 以外表的威眼感不同 小挺的性格落落大方 有点轻浮 喜欢跟人说笑 在一起会相处得很开心 缺点是经常胜上司 不注意时偷懒 比安花盛开 她也只是觉得很漂亮 没察觉异变的发生 平安时代有一名叫 小野小挺的女合格歌人 传说是绝世美女 她死前留下了一首合格 如果我死了 不要烧掉或埋掉 扔到荒野里 让饥饿的狗得以饱餐吧 她死去的地方 通常叫做小野种 小野种小挺的名字 听说就是来源于此 不过关于这个东方角色 最有名的传闻 该处她被怀疑是 某位英雄联盟的角色参照 曾经有外国网友声称 她在找资料时 发现了Riot的员工 流出的资料 只说阿射正在进行一个代号 叫Komachi的新英雄开发 Komachi即小挺的日文发音 这位英雄是一个 外表以红色系为主的坦克角色 手持镰刀 但Komachi的设计最后被腰斩了 后来这个发想被回收 随之推出的新角色是色雷西 警官网上的相关记录 已经无从追寻 从英雄联盟已出现过 如此多参考东方设定的旧账来看 很多玩家相信 色雷西的原型就是小野种小挺 闯过EP8后 玩家持续飞行 将来到新的地图 乌烟种 它位于再私之道的尽头 这里是墓地 如意和明界接壤 会发生什么也不奇怪 无论对于人类或妖怪来说 都是幻想箱最危险的地方之一 今天由于异变 紫之音的樱花灿烂的战绑者 因为小挺偷懒 等了很久也等不到死者的研磨出来查看情况 于是遇上了刚把小挺击败的玩家 四季应激 Yama Sannado是众多研磨中的一位 他的工作是判决幻想象的死者 称号是乐园的最高裁判长 拥有判断世卑黑白的能力 名字是四季应激 Yama Sannado是官职名称 他戴着类似皇冠的官帽 深蓝色的官服 左手和右手袖子绑着白色和红色带子 手持的悔悟之棒 不是炸虾 是用于书写受诊者罪孽和处罚的道具 人类生前犯下了多少罪 会被棒敲打的次数成正笔 棒的重量与此人生前犯下罪孽的深重程度相等 罪孽的陈储制裁与法律无关 而是由淹没的一己之鉴裁定 应激非常喜欢说教 说的话从来不会有失偏颇 因其初的名代的说教 幻想象的妖怪总是躲他躲得远远的 他说的话多数是为了人类着想 就算被说教也应该保持着感激之情 洗耳恭听 不然会说得更久 说到你崩溃为止 应激十分在意幻想象的异变 起先还在想为何小艇的船还没把死者送过来 等他再次观望幻想相持 却发现那里被花的海洋所淹没 还没来来即了解事态 人类和妖怪就杀气腾腾地冲过来 而那时的应激也突然意识到 原来这是六十年的那一年 这是我们第二次提到六十年这个词了 所以说花影种的异变源头究竟是什么呢 实际上游戏的对白和附带文档都交代得很隐晦 当玩家一条一条路线玩遍每个角色的路线后 将越来越明确六十年意味着什么意思 人类死后死者灵魂向忠有之道前进 在三屠川被死神带到彼岸接受淹没的审判 一岁深浅决定去地狱、冥界、天界 可是今年由于太多的人毫无预兆地死亡了 大量灵魂没有安居之处 只好寄宿于幻想箱的花朵中 造成幻想箱被花朵的海洋掩埋 幻想箱活得比较久的妖怪都知道 每隔六十年就会发生这样的异变 外界可能发生的大灾难 像是地震、火山爆发、大海啸 亦或是战争 对于妖怪来说更像是六十年一次的闪花祭典 对于死神和烟魔来说 可能则是忙碌甚至有点伤感的时刻吧 以上就是东方花印种的故事 说起来并不复杂 不过这代搭载了特殊的对战机制 在角色解锁后 玩家还可在不同视角进行故事 一如封建悠乡悠闲的闪花之旅 四季应激的到处教训人之旅 过程都充满了饶有趣味的对话 这里就不多谈了 下期将会介绍东方正座系列的第二个小数点座 TH9.5的东方文化帖 顺便来简单谈谈 目前我们已经提及过不知多少次的东方官方设定集 也是叫东方文化帖 至于什么时候更新吗 实在实在太忙了不敢保证 差点因为我这个月要保肝而死了 争取在三月底或四月初吧 猴姐能懂的东方project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啊 ねえどうしてあなたは私を見てくれないの あなたは誰を見ているの ねえどうしてあなたはいつでも探しているの あなたは一体どこにいるの ねえどうしてあなたは私を見ているの